芒果的第二間店長設樣 那其實我們剛剛就說到這個秀麵 是那個老闆娘畫的 我們剛剛提到說就是什麼都要自己來 所以還好他 所以還好那個時候就是挑女朋友挑對人 就是還會畫畫的再生一條有沒有 對啊 對啊 那其實就有了這家第二家店 那第二家店到目前已經是第六年了 那其實大概在去年 就是這兩三年就比較還算OK 其實現在他可以算是正常營運 就像國慶說的現在沒有以前那麼辛苦 就是不是很悲慘的案例了 但是其實他一開始也是挺辛苦的 因為他其實是在巷子裡面 我那個時候有說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說齁 我們是同這間咖啡館齁 每天不是進來咖啡館的人齁 是走過咖啡館的人齁 都比走過咖啡館的狗齁還少啊 對啊 因為鄉下其實就不太多了 那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其實也 有相當長的時間是產蛋經營 那 不過我覺得至少 我們覺得對的事情就是不斷努力去做它嘛 那 現在也挺不錯的啦 那 我們店裡面就是大概有幾個元素啦 我們 我們 希望我們店裡面有很多的書啦 像國慶一樣 然後另外 另外我們 店會有一些 講座啊 然後 他二樓是 除了作息之外 那以前還有就是蛋糕的烘焙室 那三樓是 烘豆子的工廠 那二樓還有一個東西是我們 其實在前年開始有結合了就是 黑膠音樂齁 其實我們二樓做了一個電動店 就是 它是一個二手黑膠的唱片行 那 那其實 因為 我們一直覺得 可能唸書的時候 對那個 法國 就是 左翰咖啡的想像 那我們一直覺得去咖啡館 他把咖啡做好這件事情 是 是應該的嘛 那之外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在說他 人文啊 或是浪漫的一念 那其實我們 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其實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件事情 也是 是因為回到鄉下齁 那其實回到鄉下齁 那其實回到鄉下 一開始齁 開店時間很長的 啊 啊 下班後也不知道要做好 其實我們開店時間挺長的齁 我們 一開始最早再需要是從早上七點開始嘛 然後賣到晚上九點嘛 那 為什麼會這樣賣呢 因為其實我們九點回到家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解釋都是黑黑的齁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青年返鄉一個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啦齁 就是 其實 他少了很多青年人需要的需求 那我那個時候就想到說 欸其實我們有需求 那需要解決嘛 那沒有人提供 我們就自己提供嘛 所以我常常在笑說 赤桐的芒果咖啡館是那個赤桐香的夜店齁 對 就是其實我們開到蠻晚 我們開到晚上十一點 那其實 我們會去 做很多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希望 我們喜歡的事情 或是我們常常要往都市跑去解決的事情 我們就希望 它在芒果會發生啊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辦一些小型的音樂會啊 或是一些 店 督影會 等等 之類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還有第三間店齁 那其實 那時候 真正是 頭髮壞掉 齁 就是我們剛好在第四年的時候 離開振興嘛 那 那離開振興那一年可能 因為 自己 努力 開創的第一個店鋪 然後收掉了齁 其實 會有一些 覺得不捨吧 然後 就 很努力的開店齁 所以我們在那一年開了三家店齁 齁 我們那 呃 就是剛剛看到的赤銅店 然後還有竹山 我們竹山又有一間店 那另外斗六還有一間店齁 那 在那一年 開了三間店 都是在同一年裡面開的 所以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年怎麼過的 哈哈哈 對 就是 人家說 說那個開店跟生小孩一樣齁 生小孩要十個月生一個 一年生三個小孩不知道怎麼生 然後因為我們最近 呃 呃 應該明年一月我們會開一間新冷店齁 那其實 齁 所以這也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齁 齁 就是年輕人有夢想齁 要趁早 啊 創業 不要想太多先衝再說 因為 因為齁 因為齁 其實像我今年在準備開店的時候 我就覺得 呃 體能差了很多齁 那很多事情都第一步重新齁 然後現在每次只要想到說 欸我那時候三間店怎麼開的 我真的不知道齁 但是我知道我現在 我一定沒有辦法 不要說三間一間都覺得很難齁 好 那 其實 我們 第三家店在竹山齁 那 那其實 我們開店很有趣啦 我覺得人生就是不斷的 呃 有很多的機緣齁 那可能 對我們來說就是我們比較貪行 然後有點衝這樣子 就是遇到的機會齁 就 就 就努力 啊其實當初 我們會展店 也不是因為說 欸其實我有很大的雄心啊 或是我想要開很多的分店齁 其實 我們當初在開咖啡館的時候 我們就想的只是說 欸其實很愛做咖啡 那想開一個咖啡館 跟人家分享 那 為什麼會去開這間店的原因 就是 呃 我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之後開的所有店都是 我們覺得 欸這是一個很棒的結合 那我們就很想試一試 那 竹山我們開在一間叫做新龍圖書館裡面齁 那其實它是全台灣最大的私人圖書館齁 它是那個做衛星導航的那個咖啡館啊 他們的家族捐給當地的齁 因為咖啡館的老闆是竹山人嘛 那所以這間圖書館很棒齁 我覺得它幾乎就是一個那個 就是免費的社區大學齁 然後 我又覺得竹山的租書店很可能 因為 它裡面就是 呃什麼 我說 我說它開 我們去的時候它剛好開嘛 然後我 我看了之後 我就說 第三個那個 就是漫畫店啊 啊 跟那個 那時候是那個什麼 所謂錄影帶出租店嘛 一定很混 這個 竹書館的館長齁 因為它裡面就是提供了超多 然後大概 是 它的兒童閱讀區大概是 國姓的 欸 大概國姓這邊的 二到四倍大吧 然後全部都是漫畫 漫畫書 然後 然後有一間視頻室 大概就是 這裡這麼大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 都是那個 很新的那個 那個 那個VCD 讓大家租借回家 然後裡面也放了 就是很多的那個視頻設備 讓大家在哪裡去看 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 其實是 因緣巧合 就是 呃去到那邊 然後看到這裡 怎麼有這麼好的地方 然後 開超多的課程 齁就是什麼 從什麼 書法美術啊 然後到什麼 油養瑜伽 外登 工合唱團 什麼 都 的課程都 都有 然後全部都是免費的 那 那其實 嗯 他們也就在招商嘛 那 我就在想說 這麼美好的地方 那 一定要有好咖啡嗎 那所以那個時候 就去那裡開了咖啡 嗯 嗯 那所以這是我們在竹山的咖啡館的樣子齁 那一那間店其實 很有趣的嘗試齁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當初 呃 在開這間店的時候 很有趣 我們去就看到說 欸 它有非常美好的環境啊 然後有很棒的竹書館 然後外面有很棒的造景 然後其實 我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概念說 120坪是會有多少個座位是 所以我們後來實際我們裡面好有 有 欸 105個座位 然後 105個座位 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我需要多少員工齁 這些都是很好的問題 那 我現在知道了啦 有這個很好的經驗之後 我有知道齁 啊 所以說剛剛 人生的機遇齁 很有趣 那大家如果覺得好的事情 就努力去把握 那所以因為開了這麼大的 咖啡館 那也在竹書館 其實他們有一些需求齁 所以我那個時候也工餐齁 那所以 其實我這個人生 沒有想過要做廚師這件事情齁 不過我那個時候 我們這一間 這一間咖啡館很有趣齁 他 賣過滷肉飯 然後賣過排骨飯 然後賣過那個火鍋啊 然後剪餐什麼 都有齁 那所以 豐富了我 人生很大的一塊 然後我們在裡面 賣過牛排 然後賣過什麼 anyway你想想得到 所以其實 在 在我開業的第五年 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出門啊 然後可能大家在 介紹說 說我是做什麼 然後常常有人說 這是 芒果咖啡做咖啡 然後我那時候常常笑說 其實我是賣排骨飯 對 anyway 就是這樣子齁 那 那 那 這是 這是 剛剛看到 它就有超大的庭院啊 然後 很大的廚房喔 那 那其實 長得 長得有點像那個 就是 餐廳的廚房 或是 中央廚房那個樣子嘛 齁 但是 我們沒有請人家規劃齁 就我們自己弄齁 然後我這輩子之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 很有趣啦 我覺得人 其實 沒有誰 生下來就會什麼嘛 齁 除了 除了 除了生下來 有人含金湯匙之外 沒有人說 生下來是含著書 含著什麼 呃 就是 煮咖啡的器具生下來的 齁 所以其實大家生下來 都不會嘛 都是經過 呃 學習才會的嘛 那所以其實沒有人說 天生 註定該做什麼 或是會做什麼 我想其實大家 只要 呃 有夢想 應該努力去嘗試 努力去追啦 然後之後 就在那一年 呃 我們 就 又接了這個案子齁 就是其實它是在斗六 斗六的一個公園齁 呃 所以那一年很有趣齁 我們就突然 不知道怎麼樣 就一直接了一堆 呃 我們其實沒有能力去負擔的事情 但是 我們覺得它很散 然後覺得機會不容幫過齁 對 那其實我們 我們 這是我們的第四家店 那 它叫做 呃 它叫幼稚藝術館齁 其實它是一個那個 雲林縣公家的館場齁 那其實它很有趣 它是 呃 呃 它算是一個公園的BOT案 呃 就是 它 它是一個公園的整建案 就是 它本來是一個 呃 很小的社區公園 然後它前面有一塊很大的 呃 公家 公家 公家的地 那只是那塊地 本來就是做停車場 但是 它一點都不像停車場 它那個時候 我記得 它在 在我們到之前 它看起來像是廢墟 就是長了很多雜草 大概都比人還高 然後裡面可能有小池塘那種 呃 然後呢 就是它 就是政府它就 就是 呃 把它做了一個整建 就是整建 那另外也是 呃 公園的整修跟重新規劃 那就在裡面設了一個 一個 小型的 呃 管廠 那所以其實這個管挺有趣的 因為 斗六場文彈 那其實它在 斗六的市中心 在火車站前面那一條 那在市中心的公園 那所以那個公園 後來就把它取名叫 柚子公園 那所以我們這一 這一間店長得挺有趣的 它 它是一個 呃 就長得很像八桶怪物這樣子 的鐵皮屋 其實它是一個 政府蓋的大衛建 那 那其實我覺得意涵很不錯啦 它 它是 它是 它建構的意涵是那個 就是小時候 不是小 小朋友都會把柚子皮帶在頭上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 剝開的柚子皮 倒蓋的樣子 那 那我們就 就想說 我那個時候想說 BOT案 BOT案不是說什麼財團 還是什麼 那種這麼做的事情 對啊 結果我一個年輕人 三十歲的 有機會去做到 這個我說 這個 對啊 以前看那種新聞寫BOT案 不是財團 都會讓人家去 拍攝 然後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 有點興奮也有點怕 有一點興奮是覺得說 對啊 人生 怎麼可能 對我們來說 這輩子從來沒想過說 怎麼可以去做什麼BOT案 好像很厲害很威風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 也覺得 跟公家接觸 其實有很多的行政啊等等 其實蠻麻煩的 那 Anyway 其實那時候覺得 公園嘛 那時候其實 我們就一直覺得 咖啡館應該 有很多美好的想像嘛 比如說 它應該是有 很多書啊 然後跟咖啡結合 咖啡書香是很讚嘛 所以有之前那間店 然後之後我們想就是 喝咖啡然後你看著那個藍天綠地很開心嘛 那所以這裡是公園 我們就是 一看到這個就是又腎上腺素 開始爆衝嘛 開始覺得說好 這個一定要趕 那於是我們接了這個案子 那後來也很幸運就是 嗯 我們有接到這個案子 那也做 做了 其實到明年的 一月就滿五年了齁 其實很快 那 那 也算做得不錯啦 應該啦齁 因為其實 我看雲林縣 我記得喔 兩年前好像有那個就是 公家館設的評鑑 然後就帶來我們家嘛 然後 然後就叫我去解釋 就是去跟那些評審委員 介紹一堆 然後去 那時候那個審判的 就跟我說 因為吉他齁 都鑽文字館 那你這間 好像無聊開室齁 所以帶來這裡 所以我想 應該是做了還不錯啦 嗯 然後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在坐這裡的時候 想的就是 呃 希望大家有一個休閒的地方嘛 在公園裡面 然後可以 呃 阿公阿伯可以坐下來 喝個茶聊聊天啊 然後年輕人喝杯咖啡 然後聚一聚啊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館 呃 就是 我們會定時有 呃 就是一些 呃 跟附近的 大學士團的學生 配合做一些 呃 設計展啊 或是 創作展 然後在禮拜三跟禮拜五的晚上 會有 就是現場Live音樂的表演 那 嗯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聚職 那其實我自己看了 覺得蠻開心的 那但是 喔 對了 然後所以其實做這 做 做這個館 很有趣就是 呃 我突然變成 雲林縣 非常有錢的人 很大的地主 因為 在市中心有一甲一的地 都歸我館 那其實當然所有全人 不是我啦 可是我那時候常笑說 我們是嗎 因為那一片公園有 一甲一的地啊 那 都歸我館 然後 他在民生南路嘛 然後 據說現在那裡是 抖六最 最夯的地段 最熱門的地段嘛 我 剛好前幾天問到 對面 的那個 鄰居 他們說他們隔壁賣 賣的房子 地坪一坪要七十萬 我說 我靠 Anyway 但是一甲一的公園 管理起來很有趣 齁 所以這 開了這個店之後 我的身份又從 樓仔飯 又變成別的齁 我現在變成那個 除草工人 然後還有那個 公廁維修管理員齁 所以在這裡我學會了很多次 我學會了通馬桶 然後 然後 到處的去 去除草 那除草 原來我發現除草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每次除完草隔天啊 我都要跑去那個 那個就是人家那種 爹打損傷的那種工夫管 去做整機齁 那 他很有趣在這邊 就是 我們就要 所以其實創業 創業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然後 就是當 你開始 做一件事情之後 其實 可能不管你開書店 或你開咖啡館 那但是其實它背後 還有衍生很多 你看不到的部分 那其實 不會只是 就是 我們到書店 你看到說 欸 老闆好像就是跟你說 啊 然後就送你的錢 這樣子 或是說 你在咖啡館裡面 可能就看到說 欸 呃 店主人很優雅的煮著咖啡 然後 煮完咖啡之後 對啊 就 這樣子 端著 然後 在美麗的音樂裡面 然後把它送到你面前 其實 它背後還是有很多 很多 呃 就是 很雜的雜事啊 嗯 然後 這 就是 這 這裡都是一些 呃 就是我們的活動的照片 那其實 我們 今年年中也辦 也有一個 就是那個 邦滾巴南台系列的影展 那 那 那下面 下面這個是 是 那個 我們跨年的 照片 跨年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 轉播 欸 其實在公園 公園開咖啡館很開心 就是 這樣可以辦爬 就是 跨年 然後我們就接那個 就是 跟101 同步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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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其實 我們 回到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要跟各位說 就是 稍微先跟各位介紹了我們幾家店嘛 那 其實我們在說 我們開店其實一直在追求的是 跟美好的事物結合嘛 那 所以其實 欸 比如說在校園裡面是我們覺得美好的環境 那 呃 竹書館是我們覺得美好的環境 那 公園是我們覺得很棒的地方 那 我們就去 那所以在這邊也跟各位預告一下 我們明年一月要開一間新店 那 那其實 在那一年開了三家店之後 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回魂嘛 喘了很久 那其實這兩年 我們也一直在想說 那我們還有什麼 有趣的事情可以結合啦 那 其實 剛好到今年我們想到了 我們 明年一月會在斗六的文化中心 雲林縣的文化中心 開店 那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美好的結合 齁 就是 呃 除了有 竹書館之外 那有很棒的音樂廳 然後有 呃 就是很棒的展覽館 我想 琴棋書畫嘛 齁 這一些是所謂人文藝術的部分 那這些是跟咖啡 是很棒的結合的部分 那所以 呃 我們明年會在那裡開店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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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